大家好,我是Den 1998年出道 与Koyote一起被评为 韩国男女混声组合两大三妹的四人男女混声组合 由于发表了许多经典歌曲 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然而成员Sejeng与一届之间的不和 最终导致了团体解散 Sejeng的爷爷曾担任陆军参谋总长 国防部部长 爸爸则是担任过国土交通部长官等 拥有着非常厉害的家庭背景 而在一开始制作Shop的时候 Sejeng的家里也投资了很多钱 所以当然以为会制作以Sejeng为中心的组合 但是当时的制作人 因为觉得Sejeng的歌唱能力不足 所以就将歌唱能力出色的YiGiH给加入了组合 由于自己的很多part被YiGiH取代 从出道开始Sejeng就对YiGiH没有好感 在第三章专辑之后 逐渐开始孤立YiGiH 而男性成员们也因为无法承受Sejeng的压力 开始避开YiGiH 结果导致在移动的时候 YiGiH也不得不和三名成员分开乘坐车辆 打个舞台也是自己分开录制 过着被排挤的生活 而当时更严重的是 Sejeng常常对着比自己年纪大的YiGiH说粗口 到胃口的女人真不想看她那张脸 结果有一天Sejeng在电视台的电梯里用低俗的语言骂了YiGiH YiGiH瞬间失去理智 用手推了Sejeng两个人就打了起来 在事发后Sejeng当时的男友吕西文还威胁YiGiH说 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你发生的 所以必须要来道歉 如果再发生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忍耐了 Sejeng的父亲也打电话给YiGiH YiGiH也承认了自己打人的错并道歉 但是父亲却要YiGiH与YiGiH的父亲两个人公开向Sejeng道歉 YiGiH与父亲接受了这个提议 然而在当天下午 Sejeng的母亲来到电台 看到站在KPS大厅的YiGiH后 就破口大骂 18女一样的东西 像你这样的没资格做艺人 然后打了YiGiH的头 经纪人们连忙让YiGiH躲进车内了 这件事情马上就被媒体大肆宣传 当时Sejeng表示 YiGiH一秒钟连续打了我七八次 我被打到快昏迷了 YiGiH则表示 听到脏话后失去理性 打了两次是事实 但是之后我也被Sejeng的妈妈殴打了 两个人的陈述完全不一样 但是在报道初期 媒体们都是支持了背景强大的Sejeng 导致当时YiGiH被骂得特别惨 接着YiGiH在一位男成员与经纪人的陪同下 召开了现场直播的反驳记者会 当时Sejeng流着泪表示 我没有说脏话 只是单方面的遭到YiGiH的殴打 爸爸有打电话给YiGiH要他跟我道歉 但他始终都没有道歉 然后说了在身边的经纪人与男成员 都清楚这件事情 但是这时候突然发生了电影般的大翻转 坐在Sejeng旁边的经纪人 突然爆料了不一样的内容 经纪人表示 Sejeng主张YiGiH一秒钟连续打了自己七八次 我觉得不是拳击选手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我通过很多目击证人确认了 当时Sejeng先骂了YiGiH 虽然不能在这里公开名字 如果记者们需要的话 我会让你们现在就通话 这位经纪人的良心爆料 让Sejeng非常慌张 接着他以崩溃的表情离开了座位 这个现场直播后 所有指责的矛头都指向了Sejeng 当时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表示 Sejeng对YiGiH有多过分的话 最亲近的经纪人会支持YiGiH呢? 在经纪人的爆料之后 Sejeng所属公司的营销主管 也对媒体表示 透过公司调查发现 Sejeng的母亲先对YiGiH说了赞话 也打了YiGiH一次 并宣布从这个时间起 Sejeng解散了 啊... 总之在这个事件发生的2002年 SNS这个词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陌生 互联网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 如果没有这两位的良心爆料 Sejeng真的就可以将责任都推给YiGiH 置他于死地了 最后看影片的大家 有没有人觉得这位很眼熟呢? 良心爆料的这位 就是现5050所属公司的全代表 有良心的人一直都是有良心的